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顯示 大陸對航母的操練越來越純熟 他的航母戰力也已經開始成型了 特別是他這一次山東艦 在太平洋上操演的時候 有日本因為一直在不斷的觀察 他們的起疆訓練 發覺他在大概七八天之內 陸陸續續起降了 大概310架次 所以代表他整個 航母的攻擊作戰能力 都已經成熟了 所以這已經幾乎達到 他最大的飽和上限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就表示他的戰力 已經足以威脅台灣 他最近你可以看到 他長期都會在台灣的東面 這個地方 太平洋的附近 然後一直延伸到 接近關島的方向 他不斷的在這邊演訓跟逗留 其實未來作戰的時候 很可能會怎麼樣 也就是過去我們依賴的 中央山脈當作屏障 把加山基地接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可以躲開 大陸這邊方向來的攻擊 然後保留我們的反擊能力 現在這一招恐怕被老公破解 也就是他直接從航母 針對你的東面進行攻擊 我前兩天還看到 有人在那邊說說 美軍在跟我們研究 要怎麼樣把加山基地 那邊做好防護 請問現在怎麼做 請問你怎麼做 加山基地是挖在山裡頭的洞 如果人家直接把你洞口炸掉 你怎麼辦 你就出不來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麻煩的一個狀況 要怎麼去破解 除非老美能夠保證 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的時候 由他負責幫我們擋東面 但老美願意這樣做嗎 你們這邊寫的 你們知道看到山中間就跑了 他好不容易要開過來 對啊 對啊 你要開過來 問題是他們兩個在玩什麼 在玩躲貓貓 老公來了他就跑了 老公跑了他就來了 就是這樣 要不然就是擦身而過 就是這樣子 你解放軍到關島附近去做野獻 我就跑到你的南海 就是這樣子 禮尚往來嗎 當然這邊說他是因為擔心 東風21或這些東西 我倒不認為是這樣 為什麼尼米茲號也好 或是之前的 美國的航母也好 在解放軍在進行演習的時候 他都會特別拉開一個距離 幹什麼 其實是為了避免誤判衝突 特別是現在中美之間 已經斷掉了聯繫管道 所以萬一雙方有比較密接的 接觸的時候 然後你產生了什麼誤解 可能搞不好就莫名其妙就打起來 他擦槍走火 對 你一旦擦槍走火 兩個核武國家擦槍走火 搞不好就變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覺得美軍是擔心這個 但是美軍現在 因為他的軍艦 說真的 太換的速度慢 所以他現在很多東西陸陸續 就要開始淘汰 對他來講非常頭痛 因為新造的艦支 第一個 艦造的速度太慢 第二個 太過於昂貴 美軍要再裝備 就裝備不太洗 所以他急於要脫手這些東西 至於濱海艦 我真的拜託 濱海艦美國想要脫賣給台灣 我拜託台灣千萬不要買 那個東西又養不起 然後任務又過度單純 然後維護不易 這個絕對是個大前坑 台灣千萬不要上這個當 目前我們的國防部 沒有任何答案 他就是躺平 然後講一些狠話 沒有實際的戰略跟戰術跟武器 這次山東號其實他放在我們蘭嶼外海附近 基本上這次大陸三天的演習 他有四個字來形容 叫外阻內風 航空母艦一放在那邊 外面進不來 裡面出不去 叫外阻內風 為什麼航空母艦有這個能力呢 因為以山東號來講 他艦載機一共大概42架 其中32架是殲-15的戰鬥機 殲-15是35噸的重型戰鬥機 他可以最遠 他的作戰半徑達到1500公里 所以航母一放的話 事實上半徑1500公里 這個都在他的掌控範圍裡面 所以航母本身就是一個攻擊性的武器 世界上有航母的國家真的不多 大國才有 像法國 甚至俄羅斯 他的航母 噸位有的時候只有4萬 5萬多噸 不到6萬噸 中國大陸的兩艘 目前這個航母 大概都在6萬5到7萬噸左右 當然跟美國的10萬噸的 核動力潛嶺還是有一點距離 可是事實上已經有 相當大的攻擊能力了 這次山東號 從我們南與外海玩以後 結束演訓之後 直奔美國的關島 距離關島不到500海里 所以對美國直接造成威脅 所以這是二次大戰以後 美國的海外基地 第二次遭到外國的 航母艦隊的威脅 直接近距離的威脅 第一次是去年12月的 大陸的遼寧號 也在關島附近 今年的4月又去了一區關島 我們剛剛提到日本出雲號 在跟蹤遼寧號 出雲號是什麼 出雲號是一個 叫好兩棲攻擊艦 它只能做什麼 做垂直起降 本來就是一些直升機在上面起降 它只有4萬噸左右 那麼現在因為有F-35垂直起降 可是你知道 F-35垂直起降的機型 它整個作戰半徑 跟它的載彈量都減少很多 所以事實上它整個戰力 還是非常跟遼寧艦也好 福建艦也好 幾乎一半都不到 可是另外一方 除了前航母以外 大陸現在一個主力的戰艦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05號大區 05號大區大概滿載的 排水量大概12000噸到13000噸 那麼它使用的就是 雷達是最新的象徵列雷達 它的偵察範圍是450公里 所以它整個的 它形成的偵察圈 保護圈是非常的大 這個1萬多噸的驅逐艦 其實在國際上應該分為 應該把它列為巡洋艦 所以很多外國的這些軍武雜誌 直接把05號大區列為巡洋艦 目前大陸有差不多8艘 已經下水了 還有1艘正在製造中 最後整個05號大區的艦隊形成 一共是16艘 這個05號大區我覺得 它除了沒有甲板可以佔 在殲-15的戰鬥機之外 它有116個垂直發射桶 這116個垂直發射桶 可以發射什麼 可以發射這個 英級18 英級21這樣子的飛彈 英級21是艦對艦的飛彈 攻擊距離是1500公里 然後是超高音速 現在沒有任何國家 有辦法可以攔截 英級21的攻擊 所以現在的問題 就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美國比較上腦筋 對 中國大陸現在跟美國停止追話 我的觀察最主要是 中國大陸認為美國言而無信 講的話不算話 比如說川普總統的時候 已經跟中國大陸簽了一個貿易協定 對不對 要把雙方的貿易的問題來解決 事實上在談的時候 美國已經加了平均大陸3600項 大概外銷產品的3600億外銷產品 平均19.5%的關稅 這是違反WTO協定的 在這個狀況下 美國是怎麼講 先做了 可是再跟中國大陸施壓 既然那時候劉鶴去了大陸 美國好幾次 然後跟美國談了一個協議 看起來應該是停戰 可是之後美國有停戰嗎 美國對華為的打壓有停嗎 現在美國還要繼續在做什麼 美國還要繼續要把美國 對大陸的投資做限制 做很多方面的限制 所以對大陸的企業的封殺 也是幾乎三個月 你看就一個名單出來 三個月就一個名單出來 現在正在考慮 要不要把TikTok在美國禁掉 然後另外還有Tenmu 也要把也要禁掉 中國大陸反正 美國現在是基本上 沒有任何國際法的概念 他想要禁就禁 想要禁就禁 所以這些都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 已經談了一個貿易協定之後 美國的攻勢沒有停 所以你說中國大陸 現在他感覺說 我跟你美國談了半天 我也做了讓步 我也要決定採購你美國多少的 我也決定怎麼樣 貿易上如何如何安排 都沒有用 美國的出手繼續進攻 所以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說在台灣 美國大陸看台灣問題上面 美國一直講我移中政策 我移中政策不會變 我都在三個建交公報一下 可是美國從20多年前 唯一有一次他眾議院的議長 到台灣來以後 中間美國國會議長 不會到台灣來對不對 然後這次美國國會議長 又在美國見蔡英文 從大陸的角度上來看 那你就說你的移中政策 你事實上正在掏空 你也跟我保證說我移中政策 三個建交公報什麼 通通沒有變 可是實際作為的話 大陸認為你都在改變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陸的問題 就變成大陸的看法就是說 你都做了保證 最後都不能兌現 你所有的保證都是不可靠的 那還有什麼好談的 所以我想今天在大陸 跟美國的關係卡 就卡在這個地方 其實華為之前被封鎖到一度 真的差點 差點就要被掐死 被斷氣 可是華為很驚險的活了過來 他為什麼能夠活下來 就是他第一個企業快速轉型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不斷的在投入研發的經費 想辦法殺出一條血路出來 所以他最近宣稱他的META 那個ERP系統創造出來 他有掛META 我想應該也是跟 宇宙相關的這類的東西 我再猜 因為我也不曉得 他這ERP系統到底是什麼 但是就是表示 他投入了夠多的研發經費 才能夠建立自己的基礎 自己的系統 可以慢慢減少 對美國系統的依賴 因為華為也知道 他只有這樣 他才有活下去的能力 不然的話 他早晚都會被美國弄死 所以未來中美之間的戰鬥 我個人認為就是科技戰爭 也就是誰能夠投入 夠多的研發經費 誰能夠製成體系 而且不需要依賴對方 那誰就能夠活下來 因為現在美國的策略就是我 我率領我歐洲 全世界所有的盟友 就是要圍堵大陸 我不是不讓大陸生活 而是我不讓大陸 擁有高科技 我要讓你高科技 永遠追不上我 你永遠能夠拿到 只有第二流第三流的東西 這美國人認為 這才是他的生存之道 那葉倫對 他一方面好像很誠懇說 沒有 我們還是要跟 中國在一起做生意 我們沒有要脫鉤 我們希望能夠對話 希望能夠談 可是他說 我們希望就緊迫了全球性挑戰合作 可是問題是葉倫 你忘記一件事情嗎 現在美國認為的全球性挑戰是什麼 就是中國 請問一下 你都認為他是你的挑戰者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跟他合作 你不可能跟他合作的 現在中美就是對抗了 我想實在話 已經態度擺那麼明了 而且請問一下 如果 我想請問葉倫也好 拜登也好 布林肯也好 請問一下 如果有一個國家 天天表面上跟你說 我們來合作... 然後私底下 到處跟人家講說 弄他... 你會跟這種人合作嗎 不會 但是你美國現在就在做這種人 你美國一方面 不斷地叫你的盟友 包括你自己 不斷地在制裁中國大陸 然後另外一方面說 沒有 我沒有要針對你 我想要跟你合作 請問一下 中國大陸會相信你嗎 中國大陸看起來很笨嗎 不會 所以我認為中美之間 已經基本上 沒有什麼合作空間了 當然彼此在經濟上 不可能脫鉤 因為兩個都是世界大國 他們兩個如果掛掉就完了 所以他們的經濟 還是會持續緊密集合在一起 但是在高科技產業 雙方就會一邊廟頭 爭一個你死我活 對 美國最近爆料成風 一個21歲的一個年輕的國民兵 也爆料 美國這個底線的滿厲害的 為什麼美國有這些問題 其實美國現在他們政府的作為 滿有爭議的 其實並不是大部分美國人都願意的 最近我看一個節目 很多美國年輕人 對於身為美國人為恥 覺得很羞恥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國家 在國外做了這麼多 損人也不立即的勾當 譬如說這些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譬如說我們這邊講賓拉登 賓拉登是完全美國人 把他培養出來的 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搞 回教世界裡面的這些衝突 回教因為分成兩個教派 一個是什葉派 一個是遜尼派 沙烏地阿拉伯是遜尼派 那個頭 伊朗是什葉派的頭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就在整個的中東世界 就是拉遜尼打什葉 拉什葉 打遜尼 不斷地在玩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他培養了很多 這些美國的這些 所謂的CIA秘密培養打手 賓拉登是其中之一 薩達姆也是美國培養的 他不是一個偏激本 薩達姆作為這個 伊拉克的總統 也是美國培養的 出來的 你記不記得當時兩伊發生了 差不多戰爭 打了也打了八年 死傷整疾 為什麼 因為薩達姆是遜尼派的 伊朗是什葉派的 他讓這兩個國家 打得血流成河 所以美國基本上 就是走這個 安顧薩克森的 這個民族的一個傳統的路 就是Divide and Rule 分而自之 你兩邊結合起來 他把你分裂開 然後挑撥兩邊的仇恨 讓兩邊血拼 美國 這個安顧薩克民族 就怎麼樣 從鬆於利 漁棒相爭 漁翁得利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戰略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認真執行 而且他有執行的工具 像CIA今年幾百億美金的 幾百億美金的金費 他不但在中間挑撥 CIA還有自己的執行的部隊 直接派部隊去執行 所以這些事情真的是 怎麼講 我們眼睜睜的看過去 30年國際關係史 這些很多戰爭 還有這些人 就人道的慘劇 背後都是CIA 都是美國的影子 所以別的不要講那麼遠 因為這個Satan Hussein 可能年輕人也不知道 然後伊拉克也已經成過往雲煙 其實眼前的俄乌戰爭 也是美國的傑作 也是美國傑作 2014的廣場這個暴動 那個時候 當現在美國的 所謂的東歐的駐親 當時在現場給錢 有人都看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別人不說 悲劇已經發生了 我們不希望下一個悲劇發生 在台灣海峽 因為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在台海問題上 散風點火 拱火的行為 已經大家都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還要讓美國的 這個陰謀得逞的話 那我們就太不治了 其實我覺得美國現在 為什麼會遭遇到一連串的失敗 特別是他圍堵中國圍堵 這種不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嘴巴縮一套 實際上做的是另外一套 也就是你從川普 十階段開始一直在圍堵 中國大陸 結果因為圍堵到現在 你跟中國大陸的 經濟依存度反而變更高 對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你明明知道 中國大陸跟世界上 140幾個國家 最大的貿易國就是中國大陸 結果你要求 這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跟中國大陸在經貿上脫鉤 那你的意思就是叫別人 自我壓制自己的經濟成長 來換得你美國的戰略利益 請問一下 這些國家要不是傻子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所以當你去要求這一種 這些國家沒有辦法接受 特別是民主國家 我如果經濟發展不好 我就會先讓我自己 失去政權被民眾轟下台 我為什麼要去協助你 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美國 不容易成功的地方 但是美國畢竟受死了 駱駝比馬大 要這麼快就終結美元的時代 我覺得還久得很 因為第一個誰能夠取代它 不管是歐元也好 或是人民幣也好 都有先天上的限制問題 人民幣自己本身 還有很多法規的問題 他要去替代美元 現在路還非常非常長 但是美元我個人認為 它會隨著時間的轉移 隨著美國國力的衰退 它會逐步下滑 但是這個進程可能非常慢 可能要花上 好幾十年以上的時間 這是一個逐漸的進程 但是我覺得美國 現在開始在自食惡果 為什麼 因為其實全世界這樣 在亂七八二組織 九成都是美國人培養 台海兩岸會爆發戰爭 對全世界來講 一定會有重大影響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台海和平 台海穩定 可是有些人不喜歡 讓他和平跟穩定 吳釗燮絕對是其中一個 所以他不用掛著羊頭賣狗肉 台海會發生戰爭 如果真的發生 那一定是人類歷史上 最可笑的戰爭 所有的戰爭一定有 他很複雜的政治原因 無法解決才會發生戰爭 比如說俄烏戰爭 我們大家很清楚 卡一個北約 還有卡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烏東信什麼 東正教 烏西信天主教 我們也許我們搞不清楚 這些宗教是什麼 然後烏東講俄羅斯語 烏西講烏克蘭語 兩邊又是同史拉夫民族 這邊又是烏西又什麼 又是納粹化 烏東又是俄羅斯化 所以搞得是亂七八糟的 你說以巴戰爭 巴勒斯坦 伊斯坦教 這個猶太教 都有宗教 有種族 有民族 有很複雜的資源爭奪 比如說伊朗 伊拉克說 到底這個石油是你還是我的 同一個油園不同的出口 錢打的利益 所以這個東西都有 那我問你台海爭什麼 爭石油嗎 爭領土嗎 宗教一樣不一樣 一樣 兩邊都福建台灣 都拜馬祖的居多數 你說文化不是講中文嗎 台語是另外一種語言嗎 也不是 全世界在台灣以外講台語 比台灣還多 好啦 連客家話也是一樣 連普通話 國語也是一樣 台灣講國語會比全世界 講國語多嗎 也不會 所以也沒有宗教問題 沒有民族問題 沒有語言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問題 這問題 台灣要不要獨立 要不要違背二次大戰以後的 國際秩序 台灣是中國領土 一部分所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能不能允許他 死了4千萬人 才能拿回來的滿洲 台灣跟澎湖丟掉 我看中國領導人 沒有人做得到 有沒有妥協空間 有 北愛爾蘭不是一個例子嗎 不做妥協 應該要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面 圍堵中國大陸崛起 你就使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是自惹的 吳釗燮就惹這個事情中的 關鍵人物 你就放火轍 還要去講說 扳免時你魅火轍 你不是把問題越搞越複雜 中國大陸現在講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 如果在調性戰 就不會發生戰爭 如果你要搞台獨 你要去中化 你要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兩半一邊一國 好 大家在比武器 就變成自然的結果 你吳釗燮 你兒子不是在海外嗎 早會來當兵 所以至於軍事武力 這個專列 在帥將軍那邊 這個遼寧艦的確目前為止 還是訓練艦 然後未來會不會提升作戰艦 一定要提升作戰艦 怎麼可能有 永遠把它當作訓練艦來用 這個雙航母的運作 美國經常雙航母演習 雙航母演習也不必就是 真的是一種作戰的模式 但是雙航母演習是 有一個假設是敵軍 一個假設是自己紅白對抗 這個是各國都是如此 至於大陸上面的艦載機 其實福建號都還沒有 進入福役的階段裡面 那就開始做這些演習 也不意外 所以表示說解放軍 海軍的軍力 是一天比一天的成長 至於所謂的大驅 萬噸大驅 就是大型驅逐艦超過1萬噸的 大陸的已經的 驅逐艦的實力 已經到了美國的巡洋艦 因為美國巡洋艦的規模 比驅逐艦還大 已經到了美國巡洋艦的階段 不過大陸也不可忽視美軍的實力 因為美軍的實力 比大陸強了就是那個 1萬5000噸以上的 歐海歐級的核能潛水艇 目前大陸的核能潛水艇 我所知道的 還沒有超過1萬噸級的 噸位的大小 是武器多少的一個問題 至於美國國土安全部說 90天的衝刺行動 我看了它衝刺的內容 坦白講 我想笑 他說90天要幹什麼 要保護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不受大陸攻擊 大陸有時候要核子武器攻擊 你美國本土沒有 從來就沒有過 沒有這樣準備 所以你美國的參議員威嚇說 要用核彈封守大陸 其他人沒有人講錯的事 然後要加強什麼 查起來自大陸的非法旅行者 拿到你美國的Visa就是非法 這不是非法的 然後偷渡 偷渡理際想辦法 搞不好默契就更多 然後他說這個要怎麼樣 要涉及到干擾 做毒品的全球供應鏈 大陸應該輪不到 所以我是覺得 防患大陸的經濟影響 現在全世界論 中國經濟影響是惡性的 不多 我們台灣就是 中國惡性經濟影響的 讓我們出口大賺錢的 一個國家不是嗎 所以我看不懂 這應該是美國官員想升官的 講一些參眾議員喜歡聽的話 胡扯一通 所以這種國家安全部的 這種宣傳動作 有跟沒有是差不多 因為他的海軍建軍起步很晚 自從九流飛艦危機 被美國的航母刺激 劉華謙就拼命要搞 弄一條烏克蘭的這個 坐不完的船 已經報廢了船 回來先求有 先求有 沒錢坐 後來就把他 烏克蘭是沒錢坐 我們先弄來這一條 弄來一條以後 他就先求有 後面就開始蓋量 那遼寧艦初步弄出來 他的戰力跟這個 整個船的性能 並不是很完美 所以他就後面要做一條山東 山東號 山東號已經大幅提升了 所以你現在把這兩條船 擺在一起的話 山東號的戰力 絕對比他強 可是既然有了 所以這幾年他外號叫訓練艦 因為什麼 你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 後面還有一條四條 你的飛行員要開始培養了 我們台灣培養一個 地面起飛的飛行員 到成熟都要10億元 航母更難 航母要起降 差不多1000個小時 才算是成熟的 能夠打的 看到他槓的畫面上 對 所以你看 一條船上48架 就是戰風機 你要培養至少要培 六七十個飛行員 你四條船有多少 你來1000個 能夠淘汰 可能六七百個 飛行員淘汰率很高的 所以他訓練艦 每次你們媒體都報 他在哪裡哪裡 起飛架持多少架 當然是培養飛行員為主 訓練 現在已經有點規模了 山東號也可以培養飛行員 所以他也要負責一部分遠航的 遠航的這個 因為當初遼寧艦來的時候 我講他不是性能很好 所以那個時候都在近海走 現在羞羞搞搞 再增加一些設備 他就可以跑很遠 你看山東艦跑多遠 跑到美濟郊快要到 沖之鳥島 快到關島去了 對 所以遼寧號這次跑到菲律賓海 他就慢慢慢慢把自己的航機加長 那麼訓練也加長 慢慢戰力也開始 就是說他也可以負責部分的戰鬥任務 各位搞清楚 海上打仗重點是大區 大區有127枚這個飛彈發射井 那個是攻擊力最強的 他又可以防空 又可以攻擊人家的船艦 也可以攻擊人家的港口 航母只是提供飛行員起飛的一個載台 他又可以把打擊半徑再往外推 所以他這個雙航 雙航母的巡役 將來可能在南海是常見 因為他真正的經濟命脈 是海上一帶一路的 是他的偉大的中國復興夢 那麼你總要有兩個帶刀侍衛 把這條路看好 就像我們古時候的思路都有驛戰 對 就住了有兵 大唐兵護所 沿路都擺 讓商人能夠自由同行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你看它八條大區 下面八條又開工了 你看最近 中國大陸也接了很多商船的訂單 那就代表什麼 大陸的造船業非常蓬勃發展 你能造商船 當然可以造軍艦 因為軍艦只是科技部門不一樣 商船是以貨為主 但是它有這麼大容積的船屋 才能做大型的軍艦 所以中國大陸為什麼 只能講下餃子一樣的下 因為它跟美國真的是什麼 美國是號上海上的霸權 那你要在海上的貿易 能夠有一席之地 你勢必跟它的海軍要相對比 所以現在相形之下 剛剛蔡委員講的 歐海歐的潛艦是 可以超過中國大陸 但是水面艦 因為美國的水面艦 慢慢都要退休了 航母大概退休四艘 那它造航母 其實要六年造一條 所以你看這個造艦的速度 中國更換的速率 遠看了以後的海上 那就是中國海軍的天下 美國海軍的艦載機 F-18黃蜂 大黃蜂 就是你們看那個 Top Gun的那個飛機 也要退伍 所以你看這兩項退伍 就造成美國海軍的財力就不足 財力不足的話 你將來的海軍的發展 就受到限制 如果各位觀眾常常注意聽吧 最近都是海軍上將在那裡放話 中國大陸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要錢嗎 他再不要 他根本就維持不了美國的海上霸權 包含印太 司令部到現在還沒看到兩條 一條兩條的航母在那裡進駐 就靠尼米茲號在跑得累死了 又跑日本 菲律賓 又跑到印度洋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現在美國海軍的出事的 意外事故也多 為什麼 官民疲勞不堪 船也是跑得成 連個休息大休的時間都不夠 所以雷根號又來一下又回去 所以我們從這個上面看 往後的10年20年 全世界的海上霸權的軍力 有一個很大的reverse 一個改變 反轉 葉倫昨天那一篇演講 我從頭到尾聽到完 我對葉倫有兩樣感想 一個對他高度的尊敬 一個對他高度的同情 為什麼要尊敬他 作為一個專業經濟學家 他把他該講的事情 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貿易 不可以脫鉤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問題 要好好合理來解決 這個講出了一個 經濟學家的良心 我覺得對他高度的尊敬 可是我對他高度的同情 他說我們也要關心國家的安全 那一邊是誰管 不是他管的 那一邊是誰管的 是布林肯管的 戴琪管的 歐斯丁管的 他管不了 他簡單講直接了戰 跟中國講說 我管的部分好好跟你合作 我管不了部分 你不要找我麻煩 我對他很同情 沒有錯 葉倫是美國歷史上有史以來 第一位女性的聯準會主席 也是第一位女性的財政部長 他為什麼這樣的地位 他經濟學的素養真的很高 這一點我沒話講 我看過他的論文 看過他的演講 真的是有板有眼的 把他的經濟學的學理 不像我們台灣的 什麼股票分析師這樣亂扯一通 不是 他絕對是嚴格的 經濟理論在談這個問題 可是他的工作範圍就是這麼寬 超出於外 他也管不了 所以他只能在演講裡面 把他的想法完完整寫出來 我說又尊敬 又同情 戴琪他只是在配合 艾倫講了兩句話 第一個 坦白講 他在美國政壇上混得很辛苦 因為一個中國人的背景的人 在美國政壇上混 有時候我只能記與同情 講的話夠多一點 是會保護他的政治的一個職務 以免被他懷疑你親中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諒解 但是他講的話沒什麼內容 我特別在意 中國的所謂現代化屬於全世界 坦白講我滿有感的 第一個 我看過同樣的情形 這個美國跑去幫巴拉馬開運河 所有的利益全包 美國我們一毛錢都拿走 完全不給巴拉馬 可是同樣的情形 中國去幫斯里蘭卡蓋商港 蓋港口 他講好了 蓋港口錢我出 工程我自己做 做完了以後 我們二一天做五 賺了錢你一半我一半 就這樣吧 分享 後來斯里蘭卡說我很窮 一半不夠 中國說這樣好 三七分好 這麼好說話 中國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他敢講說 我現代版的中國 願意跟大家分享 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我們幾十年來對中國的貿易順差 都是中國最大龐大的貿易順差 就是台灣 請問你 如果這種貿易順差是美國的話 美國馬上 你給我吃萊豬 你給我吃賣美國農產品 經濟制裁 要不然你都寄出什麼 寄出那個什麼301條款 你蹭3PC配合賣到我這邊來 中國到現在都沒坑聲 幾十年我們專門沒坑聲 不是幫台灣現代化嗎 再來更重要 這兩天只講說 我要調查一下 你台灣不讓我進口 兩千多項商品 僅止於調查而已 而且調查還拖九個月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表示說他真的是很坦誠的 尤其是跟東協國家也是這樣子 沒關係 沒關係 大家好商量 我不必全部賺 所以我出資最多 我不必照比例來分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機翼屬於全世界 為什麼 其實大陸就要突破美國的封鎖 我到處交朋友 我盡量不去訴敵人 你美國這裡也要抓韓國來打中國 要抓澳大利打中國 很簡單 中國就說 好 你要當朋友當敵人再說 但是不想跟我當敵人 我們人人都是朋友 所以用全球主義去對抗美國的 單邊主義跟包圍主義 這個是中國現在採行的 一個基本立場 我覺得這樣難怪說 新加坡的馬凱塑教授 他會這樣講 他會講說 歐盟應該對北非很好 北非是歐盟殖民的 可是好像中國對北非更好 怎麼回事 然後美國應該對中美洲 南美洲更好才對 民區 怎麼中國浪利給中美洲南美洲 反正你美國沒有 所以這個對比之下 大家都知道說 經營全世界的模式不一樣 難怪你美國會偷到 只有人家去北原化 你怪誰 這個就是大國博裔裡面的大戰略 就是說你美國搞這個限制主義 單邊主義 我搞自由主義 共好 人類最原始的行為 就是以物易物 對吧 人類一開始以物 那就是來交換 結果你跟我中間做限制 一物一物是你有互通有無 每個國家的立國條件不一樣 產物不一樣 技術不一樣 優勢不一樣 透過這種來互相貿易 所以你看 美國搞得全世界在圍堵 但是每個國家都在搞什麼 政經分離 政治上我沒辦法被你要邪了 我給你一個聲音 經濟上通通自己自謀打算 對不對 台灣現在不是一樣嗎 你跟大陸這個政經 還是在搞分離 所以這個是 既然是政經分離 中國大陸現在有錢了 科技也領先了 軍力也可以自衛了 那大外交一展開 用產業 製造業 貿易 跟人家互通有無 那還有不受歡迎的 所以你看 經濟為實力 現在大陸的大外交 就剛剛蔡委員講的 南美洲也挖你一塊 非洲也挖你一塊 中東也挖一塊 中南半島挖一塊 這全世界的版圖 他已經手伸到 你只剩G7那幾個國家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趨勢 再加上說 他說最後美國翻臉 要用軍事力量 那軍事力量 現在中國可以給你對抗 所以這個問題往後看 美國享受了100多年的 這個霸權已經開始要換手了 這個趨勢很明白 你看科技不是打他打了鑰匙嗎 沒關係 你有尖端科技 我有利用科技 你發明一個什麼東西 只能在教科書上搞 我買汽車賣幾千萬輛幾百萬輛 幾百萬輛 誰賺 所以這個問題一樣 這個我們買手機 一個手機可以用五六年 他為什麼iPhone X iPhone 11 他每樣都要加一點創新 要不然誰買 所以你看 你們女生拿到受腰帶 也可以上街 為什麼要買義大利 二十萬五十萬的皮包 我沒有 對不對 你看當年陸客來的時候 101大陸賣的最多就是金品 意大利的金品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有創新 一定有研發 你才能賺到錢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不搞這個 襯衣 球鞋 內褲 那些輕工業了 現在他要騰龍換鳥 他要走高科技了 這個看得出來 所以美國為什麼感覺到害怕 跟憂鬱 跟出手 把以前那個偽善的臉孔都撕破了 赤裸裸的就搞人家 我實在不願意評論這個事件 我對大陸上發生這個冰淇淋 所謂的陸法事件 大大不以為然 同一個時間誰在侮辱中國 韓國總統 韓國外交部 大陸上的網民們 有在注意這個事嗎 這兩件事情是不可同日而已 不過兩個小妹妹在發冰淇淋 出了一個糾紛以後 大家就把他當作 侮辱中國人 侮辱中國 韓國總統 韓國外交部 講那個話 大陸網民沒有在注意 什麼時候中國人 這麼沒有大局關 我想不通 我是覺得熱鬧友誼 很多人跟著起哄 莫名其妙 對不對 那個女博主本來 就是要去蹭這個流量的 有什麼好討論 我是覺得大陸的朋友們 怎麼會把這個事情 而且無限檔上鋼了 而且什麼拿寶馬起來丟 沒有錯 大陸市長對寶馬很重要 這我了解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記 大陸需要的外資寶馬也很重要 第二個更重要的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你以為寶馬在全世界賣的時候 包括賣台灣 賣美國 所有的東西都是寶馬自己做了 不是 我隨便舉舉個例子 寶馬所有車子的後世間 是大陸做的 寶馬所有的前面的零組件 通通是大陸做的 要不要只廠商名單給你聽 因為什麼 他說機組件是自己做 其他大部分的大陸採購 陰到德國去拚起來 不然大陸對歐盟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貿易順差 再來第三個什麼叫大局觀 大局觀就是說 法國 大陸已經成功拉過來一點 要突破美國的封守 現在正在拉德國 拉德國剛才我們的大教授 講得很清楚 德國兩掛 一個青梅的 一個河中的 請問你寶馬不是河中的嗎 賓市不是河中的嗎 這是很清楚的一個界線 你不拉馬在這邊做文章 德國人那個總統講那麼 已經是公開入法了 你都不吭聲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給他聽 比如說這個 這個帥將軍跟我非常好 他不小心拿一杯咖啡 我要當作他侮辱我嗎 還是說今天有一個民進黨 拿個髒水潑到臉上 說對不起 你不小心的 是這樣子的嗎 這個就是一個寶馬一個朋友 拿了不小心潑那個咖啡 碰到我們一個中國人身上而已 你有需要這麼大動作嗎 你現在韓國總統 拿那個大髒水潑你中國 你們大陸朋友們一點反應都沒有 還有我們在台灣幫你發聲 這個認知為我們差距太大了 大局官在哪裡 利益戰略官在哪裡 利益官在哪裡 這種小事情那麼炒作 我看不下去 對 最近看到一個視頻 介紹比亞迪讓我很驚訝 以前以為比亞迪只是產生 比較廉價一點的驅車 第二個優點就是它有很好的電池 這一次視頻裡面展現的我簡直是 跌破眼鏡了 它可以在水裡面走 它可以原地旋轉 它可以有兩個四個輪子 四個角度 水路兩漆 對 它居然賣到400多萬人民幣 科技上的創新是很多玩車子的人追求的 當然 這個什麼無人駕駛 像比亞迪這個車子 能叫價400多萬人民幣 那也是一個 在中國來講也是個天價 但是在汽車行業裡面 可以做高價試試 算高價 因為汽車行業裡面 上千萬的車都有好幾個品牌 但是以它這種追起來的速度 那很讓人驚喜 而且它的銷量現在不停的在擴增 因為未來的汽車世界是電動車的世界 電動車裡面就在比 續航力誰長 充電誰快 電池會不會爆炸 就是開電動車每個人心裡面追的東西 對 那比亞迪現在不但這些樣樣達成了 它還發展出來原地轉彎 原地360度的旋轉 那你這種駕駛是不是方便多了 然後它又在水裡面不怕 我們講水泡車一泡就完了 對… 它能夠水淹得差不多 它還可以水裡面用輪子這樣轉 像那個蔣一樣滑 這個好像買一部兩棲燈爐艇 是